掌声有请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好好好 你今天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来自河北唐山 我叫杨天逸 今年18岁 这位是 我的母亲 来了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上沙发 你这身体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是先天性的 我身后呢有一个包 哦 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病啊 脊膜喷出 脊膜喷出吧 对对对 是吧 那就不能走 坐起来也 坐起来也 也不能靠 对 不能靠 然后你平时就是那么走 那这对于母亲来说 是很大的痛苦 无法独立行走 是吧 母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今年65岁 65岁 几个孩子 大孩子是 四个月都抽风有病 这孩子生下了两天 是我捡的 您是说她是收养的时候 在哪捡的 在捡的时候也都是世界中捡的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捡她那时候四十多岁 就是处着双拐不会走道 她当时是躺在一个筐里还是 一个小镇大一个小箱子 小箱子 都是喝不了一个月两月 挺瘦的 蒙个小的 这小孩子 那时候就看出她背上有这个吗 有 有背上有包 她也不会睁眼 你看着这上写着个条呢 这什么 写着 这是留在小箱子里面的 对 一个条 也这一百块钱 本孩子出生于2002年 农历正月23 因为经济困难 无能力抚养 请好心人抚养此孩子 向您老磕头了 谢谢 当时箱子里除了她就这张纸 那 完了这孩子 我一看着 我特点她嘎嘎地叫 男爷们要 完了我都抱着 把他到这家来 完了送点 姑娘家里面要 送领正月面要 忘了我都 忘了我们当地 跟前的也有人抱着 家说没有小子 有闺女说的 这好几 四个也没有小子 都抱下来 我想我仨子 也会整个眼睛 看着小孩挺好的 他们都抱回去了 说你还有病 你大孩子还是傻子 你还离着婚 说你们家什么 没法过 这孩子 你给我们 抱起来到他们家 去了一个礼拜 我都看看 处着霜外 僵尸敢卖点不 你是说当时的情况 是你四十来岁 也离了婚 大儿子跟着你 也是有病痛 四个月都抽风 有病 四个月抽风 发烧四十多 所以你的家人 都反对你收养她 反对 因为你本来就 经期困难 后来送到过 别人家去过 但是没有收养成 又送回来 是这意思吧 她名字是你起的吗 天意 我起的名字 养到六年 她说一个政府的 一个好书记 说得赶紧地 把这孩子户户 给她入住离包 说得这个孩子 说得起个名字 叫啥名字 也到排我所来 我说那我姐姐 随着我心儿 叫杨天意 我说叫杨天意吧 我说老天爷 都拿没给我来 我说都起个杨天意 那等于你带着两个 身体有问题的孩子 真的 是吧 我们家自己过 你想过放弃吗 不想去 她送男人 那你拿什么养她们呢 那既我 既我 她们没人要她 既我这个 捡住她 我都要 都由我活一天 我也好处地抚养她 那时候我喂奶粉的 我也喂不了 他就把人哭啊 瞅着这孩子呀 就是看着这孩子这么可怜 他咋就拿没给我呢 我说一直 我说都由我 又回出去的一口气 我都活着 我都养着她 受了也很多的人的气 跟妈姐管机也不好了 也都给我们家姐的气 说 破家更踢不了 那你这么些年来 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在那儿 那时候 来往那儿 剪那儿破烂啥的 也不敢跟人说话 人家都看不起 我比较大这样的 家事外的 亲戚朋友的 完了人家说 这个家还养这个 你说鸡个 过不了的 还养这个 都看不起 说活不了 一个月来月的孩子 你大哥不舍字啥 我说我再不舍字 我说得 躲困得让张晓 讲破烂去 那那都看不起我们 我们都躲着走 他们赖手啥说啥 这个虽然杨天逸 是走路是靠手啊 但是我觉得 你妈的那个手啊 比你的手要超多了 这两天 那手像树皮一样 这两天 洗点衣服好了 到现在都裂透了 挥不了弯 走不了饭都 要不您先下去休息一下 我跟您儿子聊一聊 来 你怎么看待你母亲 我母亲呢 非常伟大 我靠手走路 然后母亲 她每天都会照顾我 她的手已经 全是口子了 每当冬天的时候 她那个手动的 就会非常疼 我很心疼母亲 但是她需要照顾我 我真的很感谢她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你有觉得这个命运带你不太公平 有 但是公平是不公平 但是我得到了这么一个好的母亲 已经很好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被收养 知道的时候是当时去我们镇上上窟口的时候 当时还小 多大了 五六岁 五六岁 然后母亲跟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 我就当时记住了 她没有特意跟你说 对 但也没有回避你 你就知道了 对 你什么感受呢 我当时刚开始小嘛 也没什么 后来一点点大了 就感觉是母亲抱养来的 还能对我这么好 就是你老是会想自己是收养这件事吗 不会 不会 我就感觉她是我的母亲 你也没想过去找亲生母亲 母亲说让我去找过 但是我跟我母亲说 我说 妈 能不找吗 您把我捡来了 您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母亲如果说一定要让我去找的话 我可以去见他们 见他们的话 也就是跟他们说一 问问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把我扔掉 这样 那你这种身体情况 在生活当中能自理吗 小的时候不能 小的时候都不能像刚刚那样蹲着走 你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状况是怎样 以前不怎么好 现在有了地包以后比以前好些了 好些了 你跟哥哥都长期在家里 没有我还在上学 你现在还在上学 对我现在还在上学 你这学费哪来呢 学费就是地包 学习成绩怎么样 不是很好 因为我这个病的原因给我带来很多的困扰 导致我就是在那里做时间长了我就会屁股坏掉 然后一坏掉就很长时间就不能去了 你觉得你们家庭的出入在哪 我觉得我爸 你 为什么是你呢 母亲和哥哥希望我好好上学 将来我来养他们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你将来的打算是什么 我将来的打算是 我现在在自学院计算器 然后我的打算是成为一名客服 成为一名客服 挣钱撑起这个家 对 养活我的哥哥和母亲 你想象过将来如你所愿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我就想能和哥哥还有母亲 好好的走在一起出去玩一次 出去玩一次 对 你想站起来 对 去看过医生 去过 我去过很多医院 当时清华育泉医院说我能站起来 他们说我能有除双拐的几率 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单子 现在还能去吗 这11岁的时候 现在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 这是你今天的心愿吗 你这样向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我能站起来 好 来 谢谢 请回 你这样走路很费劲吗 走时间长 会胳膊酸 上一次得到这个诊断病例之后没去是因为没钱 因为没有钱去看 所以就没去 所以耽误了7年 今年18 对 现在还有机会 所以你特别想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呢 站起来之后 我要去回到我的学校 去我的台阶上走一次 去台阶上走一次 对 我爬台阶因为是坐在那里爬上来的 我想好好地走一次 然后呢 正常人量 然后带着我的母亲和哥哥去一次天安门 如果你就站不起来了呢 站不起来的话 如果站不起来 我也会带他们去 如果站不起来 你会 后悔这8年 因为没钱 没得到治疗 我没有权利后悔 为什么说没权利后悔 因为是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她没有给我做这个手术 我也懂 所以说我也没有权利后悔 如果现在你的亲生母亲在看电视 你想跟她说什么 我想说 你为什么要把我扔掉 让我现在的这个母亲 受了这么多的累 受了这么多的苦 如果你想找一下我的话 我希望你来到以后 能对我的羊母好一些 你还是希望她来找 母亲的想法 我们这有个医生 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话 那七年前的证断 那今天我们要是 再给你查一遍的话 就是你还有没有手术适应证 还有没有机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在这 跟你一个承诺 因为我们梅尔木集团 除了眼科 我们还有骨科 而且我们有特别知名的骨科专家 我会给你一个正宗承诺 如果你的腰还能治的话 我们会组织骨科专家 来帮你康复 帮你手术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看这个故事 我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你妈妈 她就是看到了你 她都认定了你 她就要陪着你 她这辈子就是你 你刚才说你读书读得很慢 对不对 还在上初中 但是我相信你很快就要去迎接自己的人生了 在前半程是妈妈遇到了你 妈妈陪伴你 妈妈帮着你 抱着你 扶着你 但是在人生的后半程 我相信在你的心里 一定也想着要回报妈妈 对不对 对 那我想送给你一份礼物 就是如果你能够站起来 你要去读大学的话 那我负担你大学四年的 你的相关的费用好吗 谢谢 如果你没有去读大学 因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要把话说到前面 那你可能初中毕业 你就考虑要去工作的话 那么由我明朗文化 来负担你一个电脑相关 能够操作的职业技能的培训 帮助你去进入到这个社会 帮助你去 首先能谋生 其次能够回报你的母亲 希望你能够幸福地 掌握自己的人生 希望你的下半程一直能快乐 谢谢 谢谢 你看有很多像他母亲这样的人 在收养一个孩子 或者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习惯性地说那句朴实的话 不就是多双筷子吗 很多人会说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说起来轻飘飘 就是多双筷子 但其实为此而付出的 其实很多 事到如今你能长这么大 这么高 今生状况还不错 还能很稳定地跟我们说话 那都是因为你母亲 长久以来在生活当中 给你传递了一种 坚持的力量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 这个智力有问题的老大 所以你这个母亲很不容 很伟大 那你就尽快吧 好不好 尽快先去做诊断 好